可是我們都已經幾歲了 為什麼還有門禁啊 沒有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 然後這個時候 就有模擬 現在才去那一天啊 不是 我覺得他厲害是 他這個年紀有小孩還可以玩 就是看到太陽那麼好 而且小孩還很小 對 他可以看到太陽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總共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去夜店的時候 那些弟弟們過來搭訕 然後你就說 弟弟還會跟你搭訕 當然 女生結了婚 生了小孩之後 身分就很不同 所以有更多的大小事要處理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放風日 如果沒有放風日的話 真的很難 對 應該就已經進精神病院了吧 對 直接瘋掉了 對 所以那個女生們 很常在放風日就想說 我一定要好好去大發洩一波 甚至是到失控的狀態 對 我覺得當了媽媽 然後把家都顧好 我覺得失控也OK啊 妳有 因為在放風日失控什麼 被大家說 妳失控了 就是在參加朋友的 生日派對的時候 然後那個 音樂一放 然後照理說主人已經上場了 是不是賓客也要跟著 陪他一起去跳舞 對啊 結果竟然全場只有他 一個人在跳舞 然後我就想說 這 大家也太不夠義氣了 對 而且很尷尬 對 然後我當時是穿一個 那個短裙的臉生養狀 然後我就立刻說 走 我就這樣到台上去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跟他 你一定是看他 然後後來我就 就被我老公找一個人 把我拉回來說 你完全都露內褲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 我已經喝到已經就是 開了 有狀態了 可以做自己的狀態 然後他就說你回房間 你現在已經整個人 就不對勁了 沒錯 然後我就在半間大鬧特鬧 我就說你配什麼叫 然後就一直這樣 你敲那個飯店每一間房門 你敲每個人的房門 有人開門嗎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已經就是 活在這個世界了 都是隔天別人告訴妳的 隔天我老公就說 你整個人昨天會怎樣...這樣 我說我不記得啊 什麼的 然後他就 從那一次開始 他就很害怕我 就是喝到那個 喝到一個頂點 他就覺得我不對勁了 他就會那個 想要叫我駐守 真的啦 可是這個失控算還好吧 還好啊 還行啊 不好意思 那如果你敲門 真的有人開 然後發現是你怎麼辦 就... 那個時候已經會 不可以了 一起玩樂耶 到這種程度 你認識我 對 我要拍照 我沒有拍照 你沒有經驗 我沒有經驗 你沒有經驗 你沒有變姐妹 明星還沒... 小一隻好親切 對 都是好問耶 只是眼睛... 眼睛湯的人 好 歡迎幾位媽媽 謝謝 馨妍 馨妮 咪咪還有張宇 而且你們每個人都是 也超越我嗎 剛剛那個失控的程度 應該有吧 我覺得你應該是現場 最容易失控的人吧 就是現在年紀越大越... 你連在火鍋店都可以失控到 大講別人的八道 對 果然很記仇耶 我知道 我知道 妳要講完幾遍 因為那個只有臉子 很容易被聽到 她就跟妳一樣 她喊的 她又喊了耶 她以為她在身上 就是妳要 人家在臉啊 哪有那麼誇張 其實妳就不無意知道 隔壁桌子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而且重點是她那時候 還沒有到很誇張的罪耶 只是微醺而已 我跟你講 我本身講話就大聲 如果要喝了酒的話 真的會更大聲 所以妳對失控是怎麼樣 前一陣子 就是我一回到家之後 我就是喝到很茫的 等一下妳的行程是 一開門然後脫了鞋 妳會先化妝 先卸妝洗澡 我脫了鞋之後 我就開始 脫衣服了 已經醉了是不是 對 我已經醉了 我已經回到家了 可是前面是在哪邊喝 在外面 就是純喝酒這樣子 對 跟姐妹偷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我覺得 我到 回到家之後 我整個大放鬆了 我就整個大斷騙了 可是我在計程車上的時候 我還知道說 我要付錢給計程車司機 然後我既然在小孩面前全落 還要來 可是在我們家 在我們家從來沒有過 這樣的事情 小孩 你們家都沒有女生 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在家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回到房間之後 我就突然大叫 一直狂叫 叫什麼 也不知道 沒有內容的 沒有內容 就 嚇人了 好驚訝 好驚訝 真的是他 太驚訝了 然後叫完之後又 內褲也脫了嗎 然後內褲也脫了 對 然後叫完之後又大笑 妳自己照鏡是不是 看你照鏡是不是 然後我不要這樣 妳是誰 妳是我的胸子 好驚訝 胸部怎麼那麼喘 我叫完之後 然後其實我會知道 這一天是隔天起來之後 我想問我怎麼沒有穿衣服 那沒有卸妝嗎 都沒有 然後呢 妳會不會還換成 新年老公跟妳怎麼樣 對啊 我想說 趁我喝醉的時候 對我怎樣 然後讓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只會震動 然後大型 後來是我女兒就來我房間 媽妳真的很誇張 妳真的很沒水準 我說怎麼了 她說妳知道妳一回家 就是在那邊客廳亂脫衣服耶 脫完之後 妳就在房間大吼大叫的 也不知道在叫什麼 就像神經病一樣 天啊 其實這也還好啊 真的嗎 可是至少在家裡面 沒有別人 對啊 可是妳小孩生這麼多 他們現在才發現妳這樣子 也算是滿厲害的 長很久的 長很久 到了都二十一了耶 對啊 是這一年 他們才這樣跟妳講嘛 對啊 就是小孩越來越大 我反而覺得 我壓力越來越大 可是他們應該是獨立了 壓開是不是 是沒錯 可是 很失落感 每一個階段 有每個階段的 要擔心的地方 對 譬如說她現在大學了 妳會想到說 那她大學畢業之後 她該怎麼工作 不要看我這樣大辣辣的 其實我對小孩子很超 超煩的 對啦 所以曲哥完全不會想電視嗎 有 她其實很受不了我這樣子 所以她後來有一陣子就說 妳可以不要喝那麼多了嗎 那其實有一次 不是我失口 是朋友失口 然後反而差一點 造成人家的家庭革命 就是我們出去 一起出去喝酒 然後我們有五個人左右吧 然後 太放風了 整個大放鬆 我們原本在一個居酒屋 原本想說 小桌 小桌 我們今天要冷靜小桌 好 就這樣子 先從那個小平的 一人一壺的小沙子 沙子 對 然後怎麼那麼快就沒了 老闆來一個那個 三百貓的 三百五十貓 好 先三百五十貓 七百五 七百五十貓 一人一百 一點八 今天一點八了 怎麼又那麼快就沒了 一點八 真的 像很一樣 沒錯 一定就一點八 清酒很尋覓 很容易消失 因為我老公之後都說 妳為什麼要點七百二 因為浪費錢 沒錯 他就直接點一點八 因為一定會喝第二瓶 對 聊到人家要打烊了 我們不得不走 然後突然其中一個朋友就說 我跟你講 我的朋友在附近開一個 那個 酒吧 酒吧 我們去喝一杯就走 喝一杯就就 我可能 騙人喝 人家哪有喝一杯啊 對 我說 我說妳要小心喔 我說妳好不容易 才被老公放出來喔 妳要小心喔 放出來 對 我說妳確定嗎 他說沒關係 姐 我們就喝一杯就好了 我真的我們喝一杯就走 那確實那一天 我真的喝了一杯我就走 因為後來是喝啤酒 那我覺得啤酒整個氣上來 就是捏整個滾 整個氣上來 我就差不多有點茫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又答應屈哥說 不能太晚回家 然後我就說我不行了 我真的要交車回去了 好乖喔 我真的有 那一次而已 就那一次 剛秀完 剛秀完第一胎嗎 沒有... 最後一胎 最後一胎 然後我就先回家了 結果妳知道隔天早上 一起來那個手機 我們那個群組 整個大爆炸了 那我就慢慢的一條一條看 怎麼回事啊 怎麼了 結果其中兩個女生就是 我說 他們說只喝一杯的那兩位女士 的先生一個離家出走 然後一個打電話去罵人 就說妳為什麼把我老婆帶出去 妳不是說好了 要幾點幾點回家嗎 妳們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了 妳們這樣對不起 我對妳們的信任什麼什麼什麼 那很嚴重喔 可是他們有怎麼樣嗎 他們兩個喝到 怎麼回家的 斷片 這也很好 這也很好 可是那兩個老公是很比較嚴 嚴格的 嚴謹 對 比較嚴的老公 離家出走 這有一點玻璃心 他真的氣到離家出走 老公離家出走 老公離家出走 其實他很想回家 他根本自己想出去 找到見面 沒有 他真的 而且他很生氣 我後面還是傳了一個簡訊 給我比較熟 比如說妳的老公 我還寫了一封道歉信 給妳老公說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子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真的很想回家 但是我不知道說 一直毀不掉 然後我們就 我就一直道歉 一直道歉 為什麼需要這樣 對啊 男生應酬這麼平常 我們出去喝 也還要道歉 沒有 剛好是那兩位老公 都不太應酬的 所以有時候老公這樣子也不太好 所以徐哥是不喝酒是不是 他也喝 但是他不會失控 他比較不會失控 欣妮剛剛聽了覺得不可思議 我其實覺得還好 滿可何思議的 因為我自己本來 合理喔 對 沒有 我說要道歉這個事情 妳覺得不可思議 不太勸議 妳老公是不管妳對不對 沒有 我老公管我 我老公很管耶 真的 妳喝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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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老公很管 我跟你講 我老公也在管我 每次他醉醉的不就是妳而言 沒有 但是因為 他老公超好 人超賣誰 我老公跟妳人非常好 所以我必須要先說 一個媽媽的放風 必須要感謝全家人的支持 是 對不對 沒錯 因為我們出去的時候 需要老公 媽媽 公婆 照顧小孩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要安更好 對 要安顫好 然後講完之後就可以開始講 我的瘋狂事實 我老公會管我 所以現在我凌晨兩點鐘 我會訂鬧鐘 可是我們都已經幾歲了 為什麼還有門禁啊 沒有 因為有時候 真的會一個不小心 我們就會看到隔天的太陽 然後這個時候 就有模擬 現在才去那天 我覺得他厲害的是 他這個年紀 有小孩還可以玩 就是看到太陽那麼好 而且小孩還很小 對 他可以看到太陽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總之我們就年紀 我們去夜店的時候 那些弟弟們過來搭訕 然後弟弟還會跟妳搭訕 好人喔 好可憐 幾歲弟弟 弟弟也會跟我搭訕 沒有 對 那不是這樣嗎 他就會過來說什麼 你多大啊 然後我說那你多大 他就說我85年次 我說我84啊 大年歲而已 他是民國85年次 我是19 我都說85年次 我們都說85年次 妳去哪間夜店 有弟弟跟你搭訕 有啊 真的有耶 我們都是弟弟 直接帳單拿過來 直接這個帳單拿過來 我只能說 我被我的知名度給困住了 真的嗎 因為我去夜店或是去哪裡 弟弟過來就是說 我去寫 拍照 對 那我怎麼會拿說 妳要跟我回飯店拍 就是已經 我根本沒有人搭訕啊 但是就是 但是有一次 我就真的玩得比較誇張 就是真的喝太多 因為剛剛姐都說 你們都用酒杯喝嘛 對 然後我就是 如果真的嗨起來的話 那種威士忌什麼 妳太乖了 他就酒嘴 就是要這樣 就哇 他就這樣 然後趴一點 妳就躺著 妳現在幾歲 我現在四十啊 四十還可以酒嘴喔 超級好強喔 拉酒嘴 拉緊 我可以證明他真的是 有一次我們有一個飯局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很平衡 然後呢 只要心儀一出現 然後每個人就開始 臉紅的臉紅 然後東倒西外 因為他人一歲就可以拉酒嘴 不會放過女生 女生也要拉 因為十四歲以上拉酒嘴 很危險耶 有時候如果彈出來 要不要拉 不要拉 不要拉 對啊 我就不敢拉 因為我爸會嗆死 我也可以證明 我也可以證明 什麼就可以證明什麼 他的生日都很可怕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嗨 馨爺 好開心喔 而且他很清醒那時候 他還沒有什麼喝喔 然後我就說好開心喔 然後抱抱 然後拍完照之後 他就很優雅 就旁邊拿一個 一瓶的酒嘴 拿來三秒 五秒 還是很優雅喔 這樣 你根本就是躲也躲不過 因為他還在門口 但妳原本就很會喝嗎 還是有人帶妳進這個 沒有 我就是 師父領進門 誰 師父 第一波的師父 是我出過念書的時候 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留學生都很無聊啊 然後每個午餐 我認識他的時候是大學 他大學 大業的時候 他超清純耶 他不知道什麼叫酒 拜託 他以前是獅子 他以前 超會玩 超會喝 所以妳的启蒙老師 應該是他 對啊 然後我就看他覺得 他是我的愛豆 然後重點是他婚後之後 就隱退喔 就是都還不起來 然後你知道 他老公還覺得他騙婚 對 我老公曾經說過 他喜歡妳瘋狂的樣子 因為我剛認識我老公那時候 那妳也知道 認識新的一個朋友的時候 妳當然就是要氣憤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跟他喝Shot 然後又續吐 然後就喝喝喝 然後狀況又超好的 又美又會喝 對 然後結果之後 他就覺得 因為我老公也算是 比較喜歡喝一點酒的 然後他就覺得 這個不錯 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跟他 可以跟他一起喝酒 結果之後 準備要結婚之後 我就不喝了 他真的不喝了 為什麼 她都知道 我不太愛喝 對 不真嗎 他不愛喝酒 而且有一次 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我才知道他是一個 有多不愛喝 對 而且他是一個 隱性的酒商 他自己進口威士忌 對 不只威士忌 五大雞酒 五大雞酒 結果不喝 然後不讓人家知道 好低調喔 然後妳自己很丟臉 因為不是我如果跟人家講說 他說你酒商 那你自己不喝 那不是很難看嗎 很丟臉 沒有 他現在就是習慣早睡 我沒有早睡 沒有 就是喜歡早回家 因為我那時候餐廳開幕的時候 我們有After Party 就把他抓去 然後他就七早 八早 就沒意思 今天就不早了 而且他不早了 也大概十二點了吧 沒有吧 我們吃飯之後 大概到十一點 最晚十一點他就會去 然後是清醒的 對 而且他也不太耍頭那一種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完全被騙婚了 他說為什麼結婚之後 你就不喝了 他要瘋狂的你 對 對 對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不惜地 記得分享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